嗨,大家好,我是杜老师 今天要讲光的第三点 光是绝对,物质、空间、时间被迫成为相对 光速是固定速息 光速世界最快,光是超然的 它在最底层,但也在最上面 它凌驾于物质、空间、时间之上 设计者不准有人动它 当更改到它,我们的世界就不再是我们的世界 系统会出现各种bug,就会崩溃 或者说世界毁灭 光是绝对的 所以物质、空间、时间为了要配合光 就会这样转,这样转,再这样转 因此被迫成为相对 如果世界是一套系统 那么只有光是固定速 物质、空间、时间三个全都是变数 为了光的绝对,物质、空间、时间都会配合变动 成为相对 一个物质 加它存在的空间 加它存在的时间 这是一个整体的 在物理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惯性系 物质是什么? 石头是一种物质 石头会在乎空间吗? 它几乎就停在那里 占据某个位置 不太有特别的意义 石头会在乎时间吗? 它几乎就永久存在那里 风吹几千年、几万年 应该也还在那里 所以石头加空间加时间 有种近乎永恒的感觉 但那又如何呢? 很无聊 设计者设计了地球 一颗超大石头壳的圆球 也是近乎永恒的感觉 但那又如何呢? 还是很无聊 所以就设计人类啊 也是一种物质 更是一种变数 有人类就不无聊 因为只有人类才会在意 才会思考物质、空间、时间的相对关系 系统存在的目的 一套勾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希望大家都来买东西 就可以在过程中赚到钱 如果人类是一套系统 那么系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不是系统的原始设计者 只能从观察到的事实来猜测 目前提出第一点 设计者创造人类 就是希望利用人的眼睛 第一人称视角 来搜集这世界上各种独立观点的录影 因为每个人专属的人生录影 就是物质、空间、时间的相对关系的实现 所以设计者在追加赠送最高级的相机 眼睛 再搭配高储存量记忆体的大脑 就可以做整天的录影 想知道101大楼是怎么盖成功的吗? 很简单 当初盖大楼的所有人员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视角 一步一脚印的亲身投入建造 不同人在不同时间段的亲身经历露营 在每天睡觉过程中都储存在云端中 当设计者想看 就能自由选择从不同人的角度来翻看 所以设计者其实有80亿人的相对论 影片可观察、参考、研究 是很庞大的资料库 很多YouTuber都在拍Vlog 不就是个个人独特视角的录影吗? 每个博主都有自己的特色、切入点 与观察世界角度的差异 每个人都在活自己的相对论人生 影片完成不也都上传到YouTube了吗? 是很庞大的影音资料库 你想要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相对论人生 而我们的设计者 什么时候愿意开放每个人的真实人生给大家看呢? 讲到这里 人类原本是亲儿子 却处处被监视 现在又变成工具人了 被当成活动式的录影机 设计者的心思很难猜啊 需要在更多的事实 才能慢慢地摸清楚 人类在这世界中的真实定位 小狗、小猫、恐龙 都是不懂相对论的 只有人类才懂 设计者就是要以人的角度 来理解什么叫做相对的世界 人才是主角 因为人是观察者 人活在以置身为基准的惯性系中 在真实人生中面对整个外界 与我所产生的各种相对关系 外界是什么? 那就要看人在乎什么 眼睛看到什么 观察到的另一个对象 从小小的一个病毒 一个细菌 一个细胞 一粒沙 一只猫 一棵树 甚至是另一个人 一座山 地球、月亮、太阳 到遥远的一颗星球 整个银颗系 整个宇宙 都可以成为相对的物质 当一个人找到另一个观察的对象 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相对论关系 人加空间加时间 一整包的相对关系 就是相对论的本质 因为光是固定数 所以人加人生活的空间 加人过的时间 全都是变数 都变成相对 怪怪的哦 世界已经有光这个常数 人加空间加时间 这三个变数 那么有公式吗 有 就是被爱因斯坦找到 而且写下来了 控制物质 时间 空间的三大公式 长这样 糟了 那么世界是套完美的监视系统吗 人类逃不掉了吗 请不要看到公式就害怕 还一字三条 杜老师没有要吓大家 只讲公式做什么用 但先介绍三种专家 物理学家 物理老师 系统分析师 世界的设计者 设计了非常多的固定数 变数和公式 都偷偷藏好 不让人看见 而物理学家的工作 就是努力去研究 发现这么多系统 潜在的参数和公式 代表人物 爱因斯坦 物理老师 平常的工作 是负责教导学生 如何推导出公式 一步一步的还原 代表人物 李永乐老师 系统分析师 平常的工作 是负责设计及开发系统 设计各种常数 变数和公式 说明存在的目的 优缺点 应用范围 每一套系统 都有最原始的设计理念 及思考逻辑 就像盖一栋房子 系统也会有 它内在的建筑架构 其外在的功能表象 成为血肉 代表人物 杜老师 所以 杜老师不讲公式推导 想知道公式怎么来的 请找李永乐老师 世界如果是一套系统 虽然并不是杜老师设计 但还是有机会 靠着职业直觉 去拆解这三条公式的设计目的 以及使用方式 但要强调 我不是系统的原设计者 当然无法证明百分之百正确 同时不负责 这三只公式 有一组完全相同的数学式 我特别先将它拉出来看 不要被数学吓到 这两个都讲过 这是光速 C是固定数 这个是速度V 上次人走路 骑车 开车 坐高铁 都是不同的速度 是个变数 但要强调 这个V是对方的速度 当杜老师坐着看电视时 速度为零 但你如果开着车四处跑 你是我的相对对象 此时你的速度就是V 整个公式就是一个常数 C等于光速 与变数V等于速度的数学式 我用一个X来代表这个算出来之后的比值 称为相对论调整参数 重新调整后的三只公式变这样 只要有对象 就是你 有速度 走路 跑步 开飞机 那么物质 空间 时间就会调整 右边这个是我的时间 左边是你的时间 右边这个是我的体重 左边是你的体重 右边这个是我的长度 左边是你的长度 时间 体重和长度 到底会怎么变化 就得回来看X的值到底是多少 但是这个X很吓人 没关系 杜老师也没有要教数学 也知小程式就能帮我算 小程式长这样 没有要大家懂 看高兴就好 但将来有人问说 你有没有看过程式 你就说有 我都看杜老师的影片 按理一 对方完全不动 速度V为0 那X值是多少 等于一 T等于T0 我和对方的时间相对 没有变化 L等于L0 我和对方的长度相对 没有变化 M等于M0 我和对方的体重相对 没有变化 可以得到结果 当我没动 对方也没动时 全部都一样 这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 因为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速度 所以时间 长度和体重都呈现一致 众生平等 按理二 对方开6倍超音速战斗机 速度V等于2059.2 那X是多少 等于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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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等于1 几乎等于没有动 为什么 因为上次说过 人的速度等级 跟光速比较 实在是尺度落差太大 所以 即使开世界上最快的飞机 人几乎是等于静值 我和对方的时间 长度 体重 相对几乎没有变化 这也符合生活经验 从没听说过 某个飞行人 被说怎么年轻了20岁 即使他天天开飞机 仍然是很慢 慢到不足以改变 时间 长度 体重 两个案例的共同结论是 人与人之间 真的很难发生相对性的改变 众生平等 案例三 如果发明一台接近光速的飞机 但飞机是物质 无法到达光速 只能最接近光速 是多少 光速是299792458那就减18V等于299792457X直是0.00081677888非常接近0但仍大于0分母也不能成为0 从这三个案例我们可以得知结果 X必定是大于0但小于等于1之间的小数 结果是 X在分母而且是小数 表示 只要对方有速度 就会导致T大于等于T0 时间一定会比原来的大 称为时间膨胀 L小于等于L0 长度一定会比原来的短 称为长度收缩 M大于等于M0 体重一定会比原来的重 称为重量变大 有吗? 有什么时间膨胀的故事吗? 长度收缩的故事 重量变大的故事 都没有听说耶 好无聊 我要睡着了 有 有好多个故事 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几乎没有变化 但杜老师发现 设计者利用这三大公式 藏了一个大秘密 那就等到下一集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